我们公司的话是ESI交易色 然后目前主要品类的话 是会有智能设备的保护类 然后运动户外 以及美妆客户的各种品类 从工作到现在的话 大概是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直达达达这个店铺 只给了一个人 我们是从零做到30万人民币每个月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我们当时直达达达的话 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东南亚市场的巨大的潜力 对 尤其是电商市场 就是说从去年开始 其实都已经如火入土了 那达达达作为东南亚电商市场 最大的品牌 那我们肯定不能错过 我们说11的话 质单量的话是高达1500p 然后销售额的话是到了10万人民币左右 对 那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刚开店才三个月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战绩 而且这个销量的话跟日常相比的话 就是是日销的大概14倍左右 我会觉得要就是完成一个比较成功的促销活动的话 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确定你的目标 像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每个街头都会确定一个大的目标 那其实我们在最开始定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接下来就是记住所有的促销活动 它大概会共性的名标和销售额 以及影响名标到这个点的毛利率 对 所以我们大方向是在一开始就已经确定好了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把这个大目标拆解到场目标上面去 所以就会拆解到比如说是Q4的话 所以第四个季度的话 那其实战大头应该是双十一双十二这两次大粗 那其实我们大概就会清楚 双十一可能是贡献我们的整体促销销售我们的 比如说是百分之六七十 对 然后剩下的可能是其他的来贡献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目标发售额的话 我们会去把它拆到每个产品上面去 那其中战大头的话又是那一些 可以抱上那个闪购活动的一些产品 然后再次对这一刻的话 我们其实前期也会做很多 比如说一方面是跟品牌的那个资源拉通 就看待品牌的问题 我们以前的资源支持包括影流 对 还有一些坑位 那再一个的话 比较关键的其实就是固承管理这一块 对 那这一块的话 目前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 呃内部已经通过系统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目前这个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再一个我们会觉得很重要的话就是 可能遇到问题我们会准备好一些的法术 对 然后当大术开始之后 我们用安排各自同的市区 值单 然后尽量的去文库颠覆的平均 呃其实我们上一次就是成功的挽救了 达达达泰国这样的特务率指标 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就是去通过提高销量 销量也就是说真的把分母变大 嗯 对所以我们是通过我们做一些针对新品 以及我们的一些清酷的产品 就是做一些塑造活动 临时的塑造活动去提高销量 增大分母 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塑造分子 也就是呃我们会去主动去跟客户联系 让他们尽快确认收获 然后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加的需求 我们可以满足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也其实也很感谢 ESG的那个帮助 我们在前两天把那个 大大泰国站的店铺评分指标就是说 换回来 那这一边的话我们其实也是通过 呃在通过钉钉跟ESG的同事 对 然后拉起这一个问题 然后最终一期而听 他的小二条件问题解决了 对 如果说问题没有解决 泰国家的拉起帽被取消 那我们双十二的话 基本上就是特夸辆 ESG的同事的话 总是会去定期的拜访我们 然后也是会在线下同步来收集 以及整理我们的问题和需求 然后也会在第一时间 就是帮我们联系到平台 就是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满足我们的需求 M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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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